新北市金山分局去年查获两起假求职征求击的案件 有人蛇集团成员在万里的一家违法违章民宿当中囚禁了被害人 日浅是否认定这个民宿没有合格证 消防设备也不齐全而且三四楼都是违建 将在一个月之内强制拆除违建的楼层 警方去年7月还有12月分别逮到不同的人蛇集团 运用一贯的手法假求职征求击 当时有不少被害人被囚禁在新北万里的一间违法民宿 如今嫌犯不但一一被逮 当时成为囚禁被害人的民宿也要处理 工人忙进忙出准备拆除当初囚禁被害人的民宿 因为市府认定这间民宿没有合格证 消防设备也不齐全违建事实明确 从8号开始预计一个月内强行拆除违章建筑三四楼部分 连续查获两起假求职征求击案件 严重影响社会治安 认定三楼四楼部分违章建筑 严重优先排拆的目标 人蛇集团成员引人上当受骗 如今嫌犯不但被神之以法 当时囚禁被害人的据点也将彻底被斩草除根 记者蔡志文新北市报导